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喜歡卡丸的影片介紹 今天的毛尾 大家介紹在下禮拜即將復刻的 瘋王 露西法 這張卡片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在現在復刻 因為現在完全沒有聽說有任何光神族的隊長 或是有新的光隊隊長出現的消息 所以這個時間點復刻 是有點奇怪 再加上露西法 它也沒有做任何的強化 所以還是原本的那個露西法 那一樣是CD8 蠻難用的 我覺得 所以 這個露西法呢 如果說你是剛 因為這個改版兒進來的玩家的話 我就沒有推薦你們去刷這張了 因為它本身也是計時式 沒有說很好刷 那可能等下次出的時候再刷也可以啦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保險一點的話 我們老玩家通常都會刷兩張做保險 對 這是之前比較王道的主法 那露西法呢 它主要的效果是 放棄光隊裡面有共鳴的效果 那會讓整隊的攻擊集中在自身身上 在經由露娜這張角色 把集中自身的攻擊力分給大家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用法 然後露西法跟露娜它有一個隊伍技能 它會跟隨這個露西法的攻擊力 所以就等於是自帶共鳴的感覺 所以正常我們之前的光隊比較王道的玩法 是兩張露西法一張露娜 剩下一個位置依照關卡去放 對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主法 不過現在 那個露西法 由於光隊沒有什麼好用的隊長 所以它跟著出場機會也不是很高 然後露西法它的第二技是 可以有兼具的效果 如果你兩個一起開的話 就會第一個讓你 第一個露西法會幫你轉版面 讓你版面變成光暗星的版面 然後第二個再開 它就會有兼具的效果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用法 好 那露西法 它缺點就真的只是它的司機太長 如果它CD變C6的話 其實還是 在現在的環境來講 還是一線的強度的 好 那 再來是現在 如果你真的要刷露西法的話 除非你有這三個隊長在刷 好 第一個是瑪雅 瑪雅還蠻吃露西法的 但是現在瑪雅其實有 更活的組合啊 它可以搭薑子牙 甚至是一些光神族的隊員 沒有必要吃到露西法 再來第二點就是 瑪雅真的沒人在玩了 所以 真的還是不要考慮瑪雅的組隊好了 那現在比較多用露西法 可能就是光希臘吧 不過希臘現在也走下坡了 那個血量不夠 所以 希臘也沒有到很好用 那我會選擇就是索爾啦 可是索爾偏偏它又是走 專武系列的 像是弗利加甚至是奧丁 所以你有奧丁跟弗利加根本用不上露西法 說實話 所以 這個就很可惜了 對 所以現在露西法真的是被邊緣的一張瘋王 真的 現在出不知道 復刻要幹嘛 好 那 現在 另外 現在的最強光隊大概就是 三藏了 不過三藏它主要是 走四個種族的路線 所以 你四個種族隊員放起來就差不多了 而且要放合體 沒有位置再放露西法了 那放露西法本身的效益很低 所以露西法 整個就被 每個隊長排擠 所以 嗯 真的該是時候改強露西法了 那這次重新回歸也沒有做任何的改強 所以很可惜 那我會建議新手玩家在這次 刷一場拿個鳥就好了 真的不太會需要練滿 因為假設它之後 有新的型態像逸轉之類的話 相信我那個 這個關卡會再度的開放的 所以 現在而言真的是沒有必要去刷這張卡片啦 這是我的看法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關於新的 嗯 卡片的分析的話 別忘了按下訂閱我的鈴鐺 按下訂閱我的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鈴鐺 讓我收藏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